好了,一個星期又開始了 星期六晚上歡迎大家收聽《加拿大中文電台》 有一個節目,節目就是《午夜風靈》 現在在直播室裡面的包括了小弟梁志偉 當然還有葉榮光大師、日本仔和杜港聖 我們今晚四位,我們四個人也會繼續和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也會繼續和大家分享很多厲害的故事 等待小弟梁志偉,你說四個人 我數來數去三個 不是,只有我葉榮光大師和梁志偉,你別客氣了 剛剛開始了 杜港聖不在嗎? 杜港聖明明在這裡 究竟去了哪裡 暫時還沒見到 我看到他坐在這裡 嘩,不是這麼猛 今天是甚麼日子 其實不是,他剛剛走來開洗手間 很快出來回來,我感覺到 最近跟師傅多的特異功能都比較厲害了 第六靈感的所謂 其實我一提到第六靈感,我就想問問師傅 為何第七靈感不提到第八靈感不提到第六靈感呢? 第六靈感主要是因為人有所謂六根 六根,你知道嗎? 今早才聽到電台的朋友問 問一些聖眾說,甚麼叫六根清靜呢?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耳 眼耳鼻舌身耳 耳是甚麼? 耳,耳識的耳 耳識的耳 因為你有六根的話 所以如果你是能夠收到 你自然有第六靈感的意思 就不會有七靈感的 耳識的感覺 對 收到了嗎? 收到了,那就又學了一件事 好了,今晚我們在溫哥華的時間 現在是晚上11點25分 CALCLE已經是12點26分 其實要跟CALCLE的朋友打個招呼 多謝他們 今晚都繼續,支持我們的節目 今晚有沒有獎品呢? 當然繼續有 甚麼獎品呢? 知道嗎? 當然 應該每次一盛是 還是 還是 還是由王朝美食 所送出來的價值20元的QP 今晚好像有三張還是兩張 今晚還是先送兩張 先送兩張 換言之 哪位聖眾朋友 我待會12點後打電話上來的時候 講的故事是最感人 最動靜 最真實的 那兩位朋友 就可以得到 由王朝美食所送出來的 20元的QP 是的,如果拿到之後 還趕著設明人 是父親節的 是啊 這個好想法 不過拿不到 是的 我們的OB也不開門 為甚麼今晚我們的寺佛西哥 那個櫃子會拉起來 很奇怪 還拉一半 為什麼呢? 因為怕,上次有人敲了 是嗎? 那個故事不要說給聽眾朋友聽 我們自己知道 好嗎? 那你今晚有甚麼好事? 本仔 新鮮越辣 換句話說就是我先說 不要說我先說 給你一個機會 先謝謝 我今晚去吃飯 在列治民 某一間新開的海鮮酒家吃飯 有個朋友介紹一位廚師給我認識 他叫做折哥 那他就說了 他就說了 你還說了那個名字 即是呼之欲出 這位朋友在飲食界做廚房裡做頭廚 做了很多年 這位朋友在飲食界做頭廚 沒甚麼人認識 那不是 那些說起碼 日本人不會這樣做的 日本人很會做的 是呀 我自己一說一說 有人開門 是呀 杜先生回來了 霸著你的咪 待會才到你 那這位折哥他告訴我 他本身是澳門來的 是你們阿龍之衛的自己友 那他今晚說的故事給我聽 我才知道原來 在澳門 你有沒有問他認識我嗎? 我沒有提過 反正你真的不認識 不是 因為我太留心聽他說 他自己親歷其境的故事 所以我就沒有說到你 下次吧 因為我約了他星期四 更多是發生在澳門鬼怪的故事 他會告訴我 那他今晚跟我說了兩個故事 他本身在澳門 有一間叫做海月酒店 他在那裡做廚 那他本身 我今晚不跟他聊天 我都不知道原來澳門 有一個地方叫做雞頸 是嗎? 在路環那些雞頸 我第一次知道 那他本身在海月酒店做事 有一天晚上他下班 那一晚還風還雨 他還說有山泥傾瀉 那他本身要搭巴士回家 他要經過一條大橋 那我又學多一件事 我經常以為澳門 只有一條橋 叫做坎仔橋 原來不是的 坎仔橋未開之前 就有一條叫做大橋 路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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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要經過一條大橋 才去到路環 再過一些雞頸 才回到家 那晚11點他下班之後 還風還雨 還山泥傾瀉 那他坐巴士的時候 連駕駛的司機 和他坐一輛巴士的乘客 包括他自己都看到 其中一個巴士站 就有幾個穿白衣的人士 站在等巴士 那司機當然很自然平靡的車 就讓他們開閘 讓他們上來 但是很奇怪 他的巴士 駛到巴士站的時候 開了一個車門 是沒有人走上來的 那巴士司機和整輛巴士的乘客 都很奇怪 就不以為意 明明看到 可能是眼花 但是他的心態 就坐在那裡 駕駛的心態 你猜當時會怎樣 他當然很害怕 他說他回了閘時 那巴士司機很害怕 他自己駕駛的巴士 很快很快 飛到第二個站的時候 就看到同事也有幾個人 但是就說 依照是完全不同的 仍然在想巴士 那巴士司機就很害怕 不敢停車 直停車站 直停車站 一件事 是很奇怪的 為甚麼飛車 一飛車就駕駛得很快 飛車的時候 那巴士 走來走去都走得快 走來走去都在巴士站 好像找東西牽住 他說他們很隱悅 看到有些人 抓住那輛車的玻璃 抓住玻璃 也沒理由 那輛引擎的 但是始終走不來 走到巴士司機就自己害怕 自己害怕就下了巴士 下車巴士看看做什麼的環境 再然後才上車巴士 原來中間他們感覺到一陣風 當他們一下車巴士 他要開個巴士 那陣風很厲害 他說整個巴士的乘客都感覺到 司機當然不知道 巴士司機上車再開車 巴士就順利了 乘客就把那件事說 剛才那陣大風 巴士司機嚇到 鼻孔都沒用 他說這個親密其境 這是他第一個故事 他還有黏著一個好點的故事 反正我也在說 我等他再說一次 杜先生好嗎? 阻你一會 杜先生已經急不急待了 因為他本身也說過 在澳門可以在酒店做廚房 他有一次上去 他可以在酒店六樓 是一個儲物室 他廚房那些碗碟碟就融掉了 融掉了他就自己上去 因為他那些年輕人 那天就拿了 牆壁就沒有人在,他趕著用的時候,唯有自己上去,頭柱也要自己上去拿東西 他上去六樓,就在儲物室拿了一些碟子,捧起來的時候,他就沒有坐電梯 因為那些客人用的電梯,他要經過貨電梯就很遠,他為了方便自己捧著一棟碟,他就走樓梯,他很奇怪 他會走六一級,那些物件就比較重一點,總之就說六一級越重 然後到地上的時候,他碰到我的朋友,他說,我拿著碟子,為什麼會這麼重呢? 我問一下,剛剛走樓有人走的時候,他說,你現在捧著什麼? 他說,我捧著碟子,他說,不是,你捧著一個屍體,包著的 嚇到兩個人都嚇到,他說,他在六樓的儲物室,通常都很少人上去拿東西 他說,他親身經歷告訴對方的朋友,他是捧著一些碟子下來的 他為什麼會到地上捧著一條屍體? 不得不思其解,譬如報案,報案是那些澳門警察 那條屍體就馬上丟到地上,嚇到 兩個人都害怕到鼻桿都沒有六樓,根本沒有理由捧著 這樣明明是碟子,沒有理由下樓梯會這麼重 他說,這兩件事他永世難忘 當然了,誰都不會忘記 我們都不會忘記你說得這麼精彩 當然了,那杜廣正先拉回來 打個招呼先,不許他就行了 他說的音說得不太好,叫你拉回來 杜廣正,你睡醒了嗎? 我覺得是很昏迷的狀態 你不是這樣,人家就是經業樂業,你就是經業老闆 你是不是聽? 上個禮拜明明回來了 又說時差,又在這裡上班 他很幸運,同房請 如果上個禮拜回來我請宵夜 你就無福銷售 今晚當然是你了,他就告訴你 我要說你聽到不怕 你真正常啊,你這樣 當然了 好了,要罰你說鬼故 好了,讓他不要說了 他這樣的樣子 你們實際上還未清醒 真的要去洗手間洗臉吧 半氛圍狀態 說的話會更加急忍 是吧 其實呢,不如讓我講 是吧 好 我這個鬼故 其實呢,又是一位台灣的同事 我們公司最近多了很多 站果瑜來自台灣 加入我們的集團 我有一位台灣的同事 他告訴我 他自己在台灣的時候 他是一位死黨 他是一個好朋友 所親身遭遇 親身經歷的事情 他說當年發生在五六年前 那個時候 剛剛也是適逢 台灣人很多時候是拜神 很多都拜神 是呀,很重要 他都一樣很相信七月 這個孟蘭節 鬼節 魚蘭節 魚蘭節 他說最記得那個朋友 他就從小到大 他自出生以來 他家裡 他的父母都再三叮嘱 一定要記得 他任何時間 都要帶一個玉佩在身上 他從小到大都不明白 往往來說 他小朋友的時候 他弄爛了玉佩的時候 他父母就第一時間 就馬上要他帶另一個身 如是者 他在一個成長階段裏面 都已經先先後後 他自己記得都換了三四塊玉佩 最近跟著他配戴的玉佩 他說 都已經有四五年了 其實來講 回想起這件事 你說跟玉佩有沒有關係 他就不知道 但是他都半信半疑 為什麼呢 他當時 就是在台灣 這個朋友 在台灣裏面 就是做一些貿易生意 由於他的公司 都分了 在另一些大城 除了台北有辦公室之外 另外一個地方 另一個地方偏遠一點的 都有辦公室 他平時有時候 偶爾也有需要 偶爾幫老闆 拿一些重要的文件 那時候可能沒有速遞 沒有什麼 就需要由他親分 拿一些重要的文件 去到一些偏暖的地方 他就記得 他當時有一次 就是七月差不多 臨時 就是晚上 我想是九點幾十點 或者是黃昏時候 聽聽他的電話 他剛剛在洗澡 洗澡的時候 他就把玉佩很自然地 脫下了 放在洗澡房裡 出來聽電話 聽電話的時候 就是他老闆打來 喂 你立刻要幫我 有些急事 立刻就回來公司 拿一些文件 然後第一時間 就趕夜車 開車馬上去花蓮 這樣說 哇 他就聽見這個命令 當然是生氣了 但沒辦法 打工仔始終是打工仔 一聽見這個命令 就唯有在十熟九頭 沒辦法 就不記得戴那個玉佩了 對 他就不記得戴那個玉佩 他就穿了一件 就立刻回公司 拿了一些文件 然後就開車 就下去花蓮 那他一路開車的時候 因為其實 那個也是黃昏 一路這樣 已經漸漸夜了 他大約記得 去到十點多 十一點左右 然後一路開車的時候 他覺得心 心水不靈 很害怕 很震 他覺得 好像有些什麼沒有做 有些什麼不記得 那時候摸摸的心 哎呀 死了 才不記得戴那個玉佩 那回頭又不對路 已經差不多走了 一大結路 再回頭 沒理由 唯有硬著頭皮 頂硬著 繼續上路 那時候 他就突然開車 想起 他爸爸 曾經發生在他爸爸身上的一件事 嗯 那麼他爸爸呢 以前呢 原來就做的士之機 嗯 那麼在他一次的經歷裡面 就告訴他兒子 和家人聽的時候 他兒子就記得很清楚 又是在這段路 嗯 就是去花蓮的時候 他要載一個客人 就趕到花蓮 他明明記得那段路 嗯 有一個位置 就轉彎 是彎角來的 因為做的士之機 那些職業司機開一條路 即是開了很多年 已經很熟悉了 是花蓮 但是不明白 為什麼那一晚 嗯 明明去到那一刻 啊 啊 那條路變成直路 嗯 那麼好處他爸爸呢 平時本人 即那個人呢 可能他都周不時 就是 他說他爸爸 那個人的心理又很好 也有打坐 也有拜佛 那樣說法 嗯 那麼他就覺得不對路 自己告訴自己 是不行 這條路是彎路 不是直路 嗯 就停下了那個車 嗯 剩下了一邊 然後呢 就下車 去引證下一條路 誰不知下車 走兩步 真的前面 不是直路來的 是彎路來的 不過不知為什麼 當時在車上 坐在車上 那一刻 看下去 看下去 變成直路 哇 他就馬上寒一寒 就跟後面那個人客說話 後面那個人客 叫聲不出 然後就坐在那裡 嗯 然後他就不對路了 他跟那個人客說 我們不如 就是 他說車有些問題 嗯 我要停在一邊 稍後要修理一下 嗯 接著他就開車 去到附近 立刻慢慢 很慢很慢 去到附近 找到一些地方可以停下來 嗯 他就停在一邊 打死火燈 在那裡查一下車 嗯 當他查一下車 沒多久的時候 那個人客呢 突然沒有了 明明是坐在車上 你說得對 明明是坐在車上 那他回上去的時候 突然間沒有了 哇 嚇到他爸爸 鼻孔沒有肉 那個時候 就馬上什麼都不動了 直至原地 就坐在車裡 裡面 就在那裡 閉目養神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開 什麼都不想 就這樣等到天亮 嗯 直至天亮之後 他才開車 回到自己的家裡 哇 才跟別人說 他說真的 沒試過那麼害怕 和那麼可怕 嗯 就幸好他本身可能有心術症 還有他人呢 就一念正萬念 直到當時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他都能夠懂得分 不然可能就終於 他就能走到 嗯 這一職 我朋友的朋友 就記住他爸爸說這番說話 當晚一路開車的時候 就一路很小心 嗯 一路提醒自己 慢慢開 慢慢開 要很小心 慢慢開 嗯 但是那車呢 很奇怪 當他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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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他很小心 開到突然間 他在車裡面 啵一聲 死了火 嗯 哇 那一下他就害怕了 突然之間死了火 啊 那他感覺呢 就是後面的車座位 嗯 不知道是儀生心暗鬼 還是真的有意 有些草物 不是 不是 肯是覺得有些壓力在背部 嗯 逼著他 嗯 感覺後面有人 但是他轉過來看 又沒有人 嗯 然後又再踏車 又被他踏著 又走走一段路 又死了火 嗯 那一次呢 他就不敢看後面 嗯 在他到後鏡那裡 瞎一瞎一瞎眼睛 看一看 嗯 嗯 嗯 感覺真的好像看見 有一個人的物體坐在後面 嗯 哇 他就立刻震了 震到什麼都這樣 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照片轉過來看 那他就說 不要了 還是不要看了 下車了 那他就立刻走了下車 嗯 然後才看回車廂那裡 那一次又看不到人 嗯 那沒有人的時候呢 那又上回車 又想踏車 一踏 什麼聲音都沒有 嗯 然後跟著他即時 就走到車尾的尾窗那裡 拿個電筒 嗯 去找一下車 照一下車的引擎 看看有什麼事了 哇 真的完全無法解釋 嗯 一開開了車頭蓋 一拿電筒一看 一看 發覺車的電池是不見了 嗯 那你沒有這個電池 怎麼可以踏著呢 嗯 那跟著他蓋回車頭蓋 嗯 就看見車裡面 多了兩個人坐在那裡 嗯 一男一女 嗯 坐在那裡 嗯 哇 他就馬上呆了 這個時候 就想起他老爸所說的 什麼都不要搞 就坐在路邊 他就唸唯一一句式的經文 大批咒 嗯 就這樣就啊 練不練不練不練 不練的時候呢 就有另一輛車經過 嗯 那問他什麼事了 那個司機 就 很深地去幫他 他說沒有啊 我車壞了 他當然不敢告訴別人 嗯 他就告訴別人 那個司機呢 就幫他看 一看 一上車一拍 即時穿 什麼事都沒有 電池又在 什麼事都沒有 總之穿得到車 那穿得到車 好 麻煩你 麻煩你 那就自己穿車 他又穿到 穿到之後 他不服氣 然後呢 就打開車頭過去看 電池真的又在那裡 嗯 那車裡面呢 就沒有人了 那時候當然是 不要理那麼多 馬上 快點腳把車 駕到花蓮 駕到花蓮之後呢 當然是搞定了些東西 第二時間呢 就回到頭北 當然是不走那條路了 運過另一條路回去 哇 如是者 他那次出差之後呢 他老闆怎樣叫他呢 你都不要搞我 我靈火不幹 我都不再行 所以他自己來講 都不能解釋 到底問題 跟那塊玉佩有沒有關係呢 那我就不如請教師傅了 有些人經常都說 我聽聞過 就說玉佩可以定經 是 但是玉佩 是不是可以擋殺辟邪呢 玉佩呢 因為是土的精華 那我們萬物呢 都是生於土 萬物貴於土 可以說土能包容萬物 所以來講 用玉來講 應該是好的 但是問題呢 有些人呢 有一種人呢 戴玉就不好 比如哪一種呢 有些人戴玉 就越大就越漂亮的 那些呢 適宜戴玉 但是如果有些人呢 就越大越黑呢 那些人呢 就反而跟那個土氣呢 就不是很適合的形象 我看到有些人戴的玉呢 會越大會有些血色在那裡 是啊 有些是這樣的 那如果你真正是 有些人適宜戴玉呢 有一種玉呢 我有個朋友呢 就有一塊玉呢 那塊玉呢 那塊玉呢 就是那個朋友 一個懂得考古的人 就是買 不知道在那裡 大陸呢 就找回來 還是買回來呢 那樣呢 就送給他的 那他告訴他 那這顆玉呢 是白玉來的 那他看明白 明明是黑玉的 那為什麼黑玉呢 你會說白的呢 他說你不要管 你大啦 他說你會越大越白的 那果然呢 那塊玉呢 就越大越白的 那所以那些玉呢 就真的是一件很奇怪的東西 那玉呢 就是可以定到經的 但是問題至於說 有很多人說 那些 那些 這些屍體陷入那些玉呢 尤其是有些屍滲了 那些玉呢 就是最難夠辟邪 那這些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以邪制邪 是呀 那你在屍頭 怎麼挖那塊玉出來呢 那不是呀 既然有很多人悟夢 有些人悟夢 有些人悟夢 有些人悟夢出來 就是有殺錯夢報告 正所謂,有些人口裡來講,譬如他生前口多的,臨死那時,扔得來 扔得緊,扔得緊,扔得緊 看情形,道廣正,我都要扔著他 自己也有這麼多大珍珠 扔得很大珍珠 遲些那些又不一樣,龍道之、鳳道之 好了,到你了,道廣正 這麼快到我? 不然我又來了,我都在這裡 你們不要爭了,不如等我了 大師先說 大師先說 我有聽過朋友說的 他的朋友現在已經退了休 他以前在香港做護士 女性 他做護士 後期已經做到很高級護士長 他說他經歷的事情很多 他說他想回當年他做護士長那段時間來講 有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個案 他的印象很深刻 因為當時他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一當夜耕的話 那些新仔 那些新仔 要點那些新仔 出去買宵夜的 走到外面買宵夜回來的 好像他們的警察也是這樣 警察是怎樣 警察是怎樣都不知道 一當告訴你 那位朋友告訴你 他說他那次 當班 當班就點一個新豬肉去買宵夜 隨便知道 新豬肉 應該正常來說 當班就是半個小時回來 他問他 為甚麼有沒有搞錯 買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都沒有人回來的 他就很出奇 走到外面去找他 原來發覺他就在走廊裡暈了 暈了 救醒他 他說你幹甚麼 叫你買宵夜 你在這裡暈暈了 你坐下 他說不是啊 他說我剛才見到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他說 怎麼恐怖 他說 他說剛才我見到 那個幾多號床位 那個病人走出來 他說我肚子很痛 很普通的東西 沒有普通的東西 他在護士看到那個病人肚子很痛 他說 怎樣肚子很痛 你給我看看 他原來怎麼看 他一瓣一瓣一瓣 一瓣一瓣 在肚子裡滑 一瓣腸出來 他說我肚子很痛 他當時打倒了 他說 他說他有這樣的東西 他說多少號 他走去看那個幾多號的病人 原來那個病人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他是他之前 那個身體看到之前已經死了 還是之後 我想是在那一剎那間死了 他說了這件事情之後 那個護士長比較大膽 他說多少號 他去我給你看 他走去看 那個病人已經去掉了 這個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故事 我也記得曾經有一個 是的 聽錯人眾說過 有聽錯人眾說過 但是他又沒有畫出來 他只是拿抽搶出來 他說我肚子痛 他說 哇 他嚇到他 他說現在 他說去了憂言才敢說 他當時的情況 免費事 說給那些新仔 嚇到那些新仔 他說是真真正正 那個新仔 說給那些新仔 是有這樣的事 一個人說就不相信 兩個人說不相信 哎呀 你真是 那時候很多護士 都有很多親身經歷 那些 有時候在棺材補種植 那些 都很多時候 是啊 那你不要說 你在棺材補種植 我在棺材補種植 我要找那個 舌頭妹回來 先 要抓她上來 這個直播室 因為她真的 在找那個人做護士 在找那個人做護士 我真的有空 要問她 請我吃飯 不是請你吃飯 我和你一起去 好 吃飯會有人請的 我和你去吃飯 沒有理會 我們兩個抓錯 當然有個舌頭妹有數 你聰明一點好不好 到廣場 一天雨回來 回來 有得玩 我昨天睡都沒有睡 你都不敢告訴我媽和老婆聽 如果不然 免得回去聰明 我們兩個人 知道嗎 有什麼好料 昨天 我打算拿些錢 今天去釣魚 進去銀行那裡 要拿些錢去釣魚 當然 要拿些錢去釣魚 很貴做美工 你說是和大地那些釣魚 當然不是 真的釣魚 我們都很健康 對 健康 那個海外 那裡探了一天 你去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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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銀行那裡 看到銀行 你釣魚出來 奇怪 還欠了錢 當然還沒有賺錢 你去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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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釣魚 我釣魚 給你釣魚 他說 你知不知道 你的鬼故有很多人聽 他說 特別是我的子女 一到星期六晚的時候 當然不釣魚 當然不釣魚 他說 你們吸引了很多很多年輕人 晚上聽鬼故 我起初我也不聽 他說 後來聽著聽著 有多過癮 我說說得好 繼續努力 那你有沒有捉牠 下星期上來 我說 你說我講得好 都不行 我說你一定要去釣魚 我正想去釣魚 住上真是好 是啊 真的 有棍有棍出來 又看得出我聰明 真是跟日本人多 學不到十足都學到 七成 七成 我說那件事 是真事 發生在我大哥身上 我說我大哥去英國旅行 他到處去玩 玩到郊外那裡 在一家很古老的大酒店 天黑 一定要住進去 沒有得好說 他進去裡面之後 哇 他說已經覺得 這間酒店是什麼 陰風陣陣 真的很不罪 但是他之後為了發生 陰風陣陣 是啊 我相信是天兆 我相信 我相信歌歌慢慢那些 沒有鬼 所以中國人不聰明 買了那個當然是光猛的 當然 當然 你如果看到那些又紙又青色 那些 那些真的不要賺 我相信也是 差點 總之買屋 我們去找到 講師母很壞 是呀 如果不收錢我都會說 真的 那他進去裡面也沒有得好說 然後跟那個管理哥說 我有一間房 管理他說 有一間 他有一間 他現在有一間 計劃在 我們Bassman 最尾的難行 不是 捉了Bassman 是 你也聽過師傅說 最尾的那些 還是最尾的那些 千萬不要我 一個Bassman 一個最尾的 都是不好的 我相信 因為以前 講起一個 在日本那個 又是最尾的 又是最尾的 我休息幾天 一進去就發現 不妥 不妥 我無謂找這些 險來的 不妥 鞋鞋都不行 左邊繞個圈都不行 是呀 打個斑頭都不行 哈哈哈哈 大佬 我打個後空翻 三十六度轉體 都不行 不是呀 這間房子肯定沒有 有人敢住 是嗎 師父也不敢住 我走出來 我問他 大哥 你有沒有說 我沒有說 我寧願住在員工房 都要給我 員工房都要給我 聽說道光聖 不只是我站住你的歌病 師父也要站住你的歌病 我真是人名言輕 我真是我發覺 你們講的 從頭講得到來 到我講的時候 個個都好像自由發揮 你真是 大眾論壇 哈哈 你凡你道光聖講的故事 永遠都很動靜 以前你未入題 我一定要暫戀你的歌病 好 現在給你了 好 不過你隨時暫戀 罵我那個不是你 聖詠自認 自然打拖一下 罵我 也不是第一次 他那時候說 有沒有第二間 他說我不太喜歡 你住在最尾那個 那我應該沒有 要不然你多持五十里 你便有 舒服就好 照樣 是啊 這麼嚴重 那時候就嚇 然後進入房間裡 他已經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他有一件事 就是 住一晚有什麼重要 這件是真事 發生在我銀行家的大哥身上 那他就 索細完畢 換了衣服 上床睡覺 那時候 戴下床 大約十二點鐘 我有點問題 你一直說 通常進入房間 倉存量 不是想要用筆計 有什麼好做呢 你說 那我看電視 我普通就先看電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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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你 繼續 那一間我打他 你不用打的 我教訓 大約睡到兩點多鐘 三點鐘 他先生隔起來 他隔起來的時候 因為他發覺有些事不對辦 所以他隔起來 但是他見到 旁邊他老婆 明明一早整個 呆了 坐在床上 那些比他更早發炎 更早發炎 早了 他老婆說 我去坐在床上 那時候 他老婆在床上問 什麼事 他老婆問他 他說 你有發生什麼事 他老婆說 你先說 他老婆說 他在床上睡覺的時候 我睡得暮暮暮 就開始看見我床頭 有一陣煙的慢慢升起 然後人邊 放成一個人 那樣 就是一個長頭髮 臉色 臉青 唇白的 愛藉婦人 坐在我的床面前 他跟著說 我很喜歡你 你在這裏 留下 你留下陪我 他說 我老婆一聽完之後 臉都聽完 他說 你什麼時候發炎 這個木 我剛才說 你知不知道 老婆 我剛才發生了一件這樣的夢 在我們床尾 有一陣子 又是個女人 兩個都喜歡 又是 又是 只有半個身 他說 I like you I want you to stay 他說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留下 哇 大家一起發炎 這個木 於是 他太太說 不是這樣 大家都一起發炎 他兩位說 是 要是這樣 我們就快走 這兩位婆婆 立刻不出 靈靈靈靈靈 撿了些東西 馬上就搬出去 他一出門 他一出門去看他 他說 你還有沒有另一間房子 真的 那間房子說 真的沒有 是那間 他說 你知不知道 那間房子是有東西的 他說 我也沒有另一間 他說 那間來說 你說沒有地方住 我就給你 他就這樣 我走了 你這樣說 我走了 他就開車走了 他說 最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 為何兩夫妻 是否應該 在同一時間 會有同一夢境 可能是大師 有 這些情況發生 有 絕對有可能 你被大師 還沒解答你的問題 那他們兩個開車去哪裏 都不是 五十里外 他五十里外 起碼避了家 要不然進去再睡覺的時候 哇 用什麼金赤來說 看不到那晚 你不用走了 我門都和你鎖了 哈哈 他說他喜歡他 stay 就已經好 最快他喜歡他走 他說他喜歡他 他喜歡stay 我就stay 其實 有時候都會發生同樣的 沒有 是啊 會有時候 不過有一件事 就是 有個前輩教我 就是 他說 那些人 死了就會變鬼 那些鬼 死了就會變 漸 那個什麼 漸 一個 逐漸的漸字 我上次教那個 那個朋友 那個二十八宿那裏 二十八壽那裏 寫個漸字 在那裏 他說 那個鬼很怕 很怕 因為他一見到那個字 就走的了 所以 漸字下面加個耳製 逐漸的漸字 加個耳製 寫在床頭那裏 就 沒有問題 有時候 有時候這些東西 是很奇怪的 有時候 感覺的東西 有時候 沒有辦法 解釋 沒有辦法解釋得到 我又講過 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相信 就是 沒有什麼錯的 完全不是幻覺的 話說 當年 我就曾經是 想去探訪一個師父 那個師父 那個師父 就是一個密宗師父 那個密宗師父 一見到我 我看他的眼神 是挺喜歡我的 我 初初原本想去 我也很有意思 想跟那個師父學 但是問題 我自己本身一向 那個性格裏面來說 比較穩陣 還有懷疑 我就想看看他 那個師父 值不值得跟 那我就做一個考慮 做一個考慮 那 到了那一晚 就有些事情發生 晚上睡覺 睡到半夜三間 那個時間 突然間 在空中 有一隻巨手 有一隻巨手 在窗口飛下來 有一隻手想捉住我 我當時 下意識 就用一個劍指 一念過訣 打下去 打下去 那隻手 飛走了 飛走了之後 在那個手 背後的手 縮了之後 我就看到 是那個師父的樣子 是那個師父的樣子 就是你面對那個師父的樣子 是 那個師父身的巨手 來掌捉我 那我就給我一個劍指 打走了 打走了之後 他的手 原本很大 整個衝遮住 但是我看不到他的樣子 只有一隻手 縮了 看到他的樣子 原來是那個師父 後來 然後 第二天 我就再跟那個師父見面 一見到那個師父 那個師父 那個師父的表情 是講得很清楚 告訴我 昨晚那個就是他 是 就是說 他也都量度到 我的功夫 到什麼境界 至於說拜師那個階段 大家不了了之 就不了了之 他又沒有再提過 我也沒有再提過 你的心中有做大家 你當初以為他的資料 是高過你的 誰不知 原來大家都是同輩 是 好了 那我們第一節的節目時間 也都差不多了 到下一部分 我們下一個小時回來的時候 當然 不只是我們講 我們會透過 7081470這個熱線言話 歡迎各位聽眾朋友 打電話上來 由你們講出你們靈界的遭遇 好 我們稍後再見 到了溫哥華時間 晚上的凌晨10分 在Calcary的時間 就是凌晨的1點10分 當然 在這裡繼續我們第二部 睡劍 午夜風靈 坐一隻角色裡面 當然包括有我梁思偉 葉明江 還有 杜港姓 日本仔 我們四個之餘 當然還加上 在電話旁邊的聽眾 對嗎 我以為 不知道加什麼 嚇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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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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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我了 也要講講 回來 有兩位聽眾朋友說得好 當然我們都是由王朝美食 所送出來的 價值20元的QPON 那下個禮拜 就到日本仔去找贊助 當然要了 一定回來 非常肯做贊助 好 我們待會談 我們現在繼續 先請我們的第一位聽眾朋友 Ivan出來 你好Ivan 你好 Ivan 你今晚有什麼想跟我們分享 我想說一個故事 是 是真人真事的 是 發生在香港 我以前有個同學 就經常吹嘴的 嗯 那我們就很想整顧一下他 就騙了他去糞場 那想嚇他 我們全部人說 去玩臭墓碑 這樣就 喊了幾個人躲在去嚇他 那一進去 我們全部人分開走 去完自己的位 嗯 這樣之後 他 他走了很久很久 之後每天都發瘋的 在那裡喊 是 之後呢 我們以為成功了 那就去看一看他 嗯 之後他整個人 丟在樹上 哇 之後我們 我們 我們以為他被人打碟 立即把他拿回去 之後問他發生什麼事 之後他就說 看到一個老婆 拿一把聲碗打他 嗯 之後他就找我 之後一起來就見到我們 哇 你說什麼 抽 抽墓碑 什麼意思叫 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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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抄那些名字 就是 愛妻之墓 是嗎 是啊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有David 喂 是David 你好 到我了 到你了 這件事真的是我朋友告訴我 但又是關於墳場的 嗯 就是呢 有一晚呢 他們沒事做 真的去墳場玩足 那樣 然後他 不知道什麼時候 真的要去廁所 真的要去大便 然後他隨便 就是 在墓碑 啊 墓碑隔壁那些 就是隨便找個地方 真的打算去大便 嗯 然後他突然間 開始感覺到有東西 真的可以摸到屁股 嘩 然後他又不知道怎樣 然後他就當好像 沒事發生 然後他真的回到上車的時候 然後他真的 叫他們走 他剛才說可以有東西摸 他就是 四股 是的 是四股 然後他真的 真的 他打算走回 就是走回自己開車 然後真的 看到不知道 好像後面呢 好像有一個小孩 那樣 在那裡 真的跟他揮手 那樣 但他真的又不知道 怎麼算好 然後他真的 回到家 那樣呢 然後他真的 跟他婆婆 是 就是很久的那些 那些 然後他真的 告訴他 你不要到處去廁所 可能你真的得罪了 那些 那些 對 就是這樣 謝謝你 你老實說 這次做好事 就是小情大戒 被人很沈摸 那個肺腿 嚴重一點 都不知道怎樣 他都算功力深厚 想想女裝 他都算功力深厚 仍然可以繼續 他被人摸了 這不是通常來說 都是窒息 不過不是 很多時候 有時候要 舒服一下 解放一下 是不是都是 多數說 一聲 我覺得就算你什麼都好 沒有理由 走到墳場去那裡 搞這些事情 是啊 人有三急 人有三急 都不會在墳場 在別人 這是一種尊重 對吧 對 沒有可能 你說在荒山野嶺裡面 行山 走了幾個小時 睡到處都沒有辦法 找到洗手間 你就說 人有三急 你專程走到墳場去 做這些 做這樣的事情 根本是 你是在那裡挑戰 有時候 三女兒我覺得是不同的 專程找一些難度高的事情 你不敢做 我去做 去試一試 想不到真的試完了之後 真的有反應 如果以前我們說過 組織一個旅行團 去專門探議這些 你說報名的人 是否會多數是 年輕人 那當然 年輕人 不過聽聞 有一位正宗告訴我 原來在這個Museum 是有過這樣的團 不過當然是講英文 也是帶人去探掩的 不過我要澄清一點 你剛才說 年輕人喜歡這樣 喜歡這樣 不是挑戰 你去別人的墳場 去搞別人的祖先 大有小 當然是大有小 我覺得這個不能接受 不是我們組織的團 不是帶他們去挑戰 不是到時 他就是 氣死了那個領隊 日本仔 才有恨隊 那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 不能接受的 沒有可能的 因為始終來講 我想要分清楚地方 對不對 當然 當然 過世之屬 家有家規 家有國法 那真的 你猜真的 隨時寫大字 隨時畫國話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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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皇帝 那樣 那樣不同 沒得說 他是皇帝 那我們歡迎另一位聽眾 還有一 哈囉 各位主持你們好 你好 這個故事是我聽過朋友說的 那我不是真正假 但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我是在打眼睛 那他就說 他那時候在香港 住在大廈 那有一晚他回家 那他就見到前面 有個女生 就進了大廈先的 那他就見到一個女生 長頭髮的 身形那些失材挺好 你知道男生就覺得 看了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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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沒有相似 看到他的樣子 那就是感覺 就覺得他是美女 嗯 那就跟了 就是跟到他 但是他一進去大廈 那女生已經 入了升降機了 剛剛 那他都顏不住 那跟著他就 看著那個升降機 那部升降機 那支號碼 就在三樓那裡 停了一會 那他就 感覺到那個女生 可能是住三樓 那就 就按升降機 上了三樓 那剛剛呢 就聽到三門聲 那即是 那女生 剛剛進了屋 那樣的 他就覺得 那呢 那他走過去 那個屋的門口呢 那就 想結識那個女生 那他就 那他就慢著按鐘 就是按鐘 就是按鐘去 就是大家在醫院 好像跟他聊天 那樣 但是呢 就沒有人應援 那他就覺得很奇怪 那明明 看著有人進去的 那為什麼沒有人應援呢 那他就 那他就 發掛 就在一個索匙洞裡 裝進去 但是就 什麼都看不到 是很奇怪的 家具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就看到紅色一片的 是真的 是紅色的 是 那他馬上按鐘 又沒有人應 那他就下去 樓下的管理處 問一個看家 問一下他 312A座 是否有人住的 那我看家說 是呀是呀 有人住的 那他說 是不是女生來的 那我看家說 是呀是女生來的 那跟著那個男生就問 那 剛才是否他 回家上了樓 那我看家說 我沒有見到有人 沒有理由 他上個禮拜死了 哇 那跟著 那那個男生就說 不是吧 我剛才才看到他 長頭髮 身形挺好的 那關家說 是呀 你們看到這麼多嗎 那男生就說 是呀 有什麼問題呀 我應該還看到些什麼 那關家就說 他的眼睛很色的 哇 那就是說 他看鑰匙洞進去的時候 同時都在看著他 是呀 沒錯沒錯 很恐怖 哇 很害怕 我真的打眼睛 他不是一些很恐怖 很噁心的 但是會令到你 對 無管動 無管動 謝謝你 謝謝 我們歡迎另一位聽眾 就是 老王 Hello 歡迎你 我是老王 老王 我想說一個 親身經歷 是關於我和我女兒的 是 有一馬 我就去她 去她家吃飯 只有我們兩個人 嗯 嗯 我去她家 還沒吃得住 我先去廁所 那我去廁所洗手 是 那我拿一手 我看一塊鏡 不像我看一塊鏡 小鏡 即是跟我一樣 嗯 那跟著 那我 那我的女朋友呢 就叫我出來吃飯 但是她叫她 沒有人拍 那麼到處找我 嗯 那她 她找到來 那她找到廁所 就看到 就看到我 但是看到我 那是 不是我 是我後面的那個鏡 嗯 那她就照顧我那個鏡 嗯 那她說 你為什麼不出來吃飯 那樣 然後那個鏡就說 我不用了 你帶來 快點倒我一碗湯 那些湯全會倒掉 嗯 然後我 然後她說 那很奇怪 為什麼倒掉它 然後那個鏡就很兇 然後她說 你最倒就快倒了 嗯 然後她後來也倒了 那麼後來 那倒了下去 就看到有鏡 謝謝你 那有時候發覺 這件事都真的幫了她 嗯 我有個朋友 也有些類似的經歷 嗯 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說過 有個 有個朋友 他本身在何文田山住 嗯 那她的先生 就經常喜歡打麻將 那她的先生 那一陣子就走了去屯門 走到新界 打麻將 這麼遠都去了 對 她開車沒所謂 那麼 打麻將 但是她的太太就不打的 那麼有一次呢 她那一陣子 都看到狗不狗的眼尾 有東西養過了 是 那麼有一次呢 就是進去洗手間 在洗手間那個 看到鏡子那裡化妝呢 那麼突然間呢 一見 就見到一個人 那個人是 exactly 是她老公來的 不過就很瘦 然後她的樣子就完全一樣 是瘦 瘦很多的 那麼就是 好像她當年年輕的那段時間 那樣的樣子 那麼 那麼我看到她的老公 在那個鏡子那裡 咦 惡然呢 她老公明明是走去打麻將的 那麼 那麼再看看 不見了 不見了呢 那麼她就打電話給她老公 她說哎呀老公啊 我剛才發現你有些怪事啊 那麼她說怎麼樣啊 她說我如知者般啊 那麼她的先生呢 就以為她的車子打爆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不想我打麻將 都不用作這樣的故事啊 說家裡有鬼 會有些這樣的事情 那鬼就幫我一樣樣 這樣 那麼她就 那她就 她就不信 不信她 那麼後來呢 就有一次呢 那麼連續是試過很多次 那麼她又被老公罵 又不敢出聲 那麼 那麼就誰不知呢 就有一次呢 就越來越猖狂 那麼那隻 那隻人呢 就直接上 她睡午覺的時間呢 上她的床 摸她 哇 那麼摸她呢 她有肉體的感覺 直接感覺她的衣服呢 是被人掀起了的 哇 很清楚 那麼她就很害怕 她明明是知道不是她老公 她老公是在那裡的嘛 那麼但是有一隻人 幫她老公一樣樣在那裡 摸她的衣服 那麼她就 她就沒有辦法 不再出聲了 再打電話給她老公 那麼呢 她在說電話那時候呢 她的女兒呢 就在那間房裡 就剛剛出來 一出來 聽見她的媽媽說呢 就立刻 哭哭到 那原來呢 是她的女兒呢 都同樣是發自然有這樣的情況 哦 有個隱約像她的爸爸 是的 有個隱約像她的爸爸 一樣在鏡頭 她在鏡頭看到她的爸爸 這樣的樣子 一樣呢 就是有人摸她 這樣 然後她才說 說回來 說出來 那女兒是害怕的 她不敢出聲 那麼 後來她就哭 哭了 就說出來 她說出來 那個女兒都很大 那時候是九歲 到 那個 那個老公呢 就是很疼她的女兒的 然後才信 那信呢 就找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呢 就是茅山的 在哪裏呢 在葵 不知道葵城 葵坊 在窩仔村那裏住 那麼 就問了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 那麼她 在那間屋那裏 合紙一旋 她說 是啊 你家裏是有一隻東西啊 她說 不要緊啦 她說 師傅你來幫我啦 她說 我不用來這裏的 她說 我講明明你聽 幾時幾日 幾點鐘 你在家裏 是裝三支香 我在這邊開壇就可以了 那麼 那麼她在那個時間裏面呢 她在這邊 莊之香 她那邊呢 她那個茅山師傅 在那邊起壇 一起壇呢 她就很清楚感覺 那間屋裏面來講 有一點震蕩 嗯 有一點震蕩 那麼 跟著呢 就是一陣煙在窗口那裏 飛了出外面 飛了出外面 從此就沒事了 嗯 這個是親身經驗 是絕對是正確的 因為那個女人 是我的學生 是我的兒子 有時候這些事情 你要相信 不相信 你就當作聽故事 不過有些朋友 不相信 我相信不相信 也不足為奇 因為他們本身來講 夠了正氣 嗯 或者他跟這方面陰氣 大家沒有什麼 淵源或者知道 我覺得有時候跟正氣 有正氣當然是最好的 可以無所據 但是問題的話 就是有時候也要講 他的運 那就是等於有些人 是很好人 但是為什麼 他都會是 可能行衰運 會是遇到賊 你當那些不是鬼 是賊 這樣才算 那他一樣 有時候會不好運 說他都被賊 賊 那樣 所以正氣之餘 他都要看一下他的運 那個時運 高不高 是的 我覺得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是不用怎麼說什麼 只是我們今天釣魚 是吧 那毛記是新的 那我帶他去 他就認了我做師傅 怎麼知道 今天去釣魚就發覺 毛記釣得最多 是吧 又多又大 種不同種類的釣魚 所以我就說 喂毛記 現在師傅就不是我 現在師傅是你 所以那些時候 毛記他跟著 回到之後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 原來什麼都要講運 就是師傅你所講的 是的 你有沒有聽過 老陣當旺這句話 為什麼呢 即是說毛記 即是說老陣 他本身 所謂老陣 即是說那個人 都不是那方面的專家 他都當起旺上來 就算是 你那些老千合起來 想騙他都簽不到 他要簽回來 他會贏回來 是的 我今天一秒 在一隻船裡面 還沒開始釣 就已經 我也懂得 合指一船 他們問我 今天誰贏 我說第一 一定是毛記釣先 這麼厲害 接著應該是毛記贏 因為通常都是 我釣魚釣了這麼久 也是老陣當旺 永遠我都發覺 第一次去的那些人 一定釣到多魚 還有釣到先 那些就叫做 英文也有句 叫做什麼 beginners love 是的 因為所謂初歌的運 這些東西是沒得說的 日本人的 聽到英文 所以你答不到也沒什麼 待會再問中文 你可能會答到 好 好 謝謝你 以後我們永遠選擇 第一樣東西 只做一次好了 給錢 今次給日本人一次 試一下 beginners love 給完你買六四九 日本人 是的 一定要買了 你看看行不行 你真是個鬼谷 當然要 聽眾朋友 聽眾朋友 這樣當然 所以我也發覺 那位Banger朋友 說他的大佬 在酒店餘鬼的朋友 他都說 很多聽眾打電話上來 很精彩 有時候不清楚過我 精彩不過你 當然 我多怕我會比我們 我不敢 反攻你了 各位聽眾 你們那些親身經歷的鬼谷 我們非常需要聽 我們接攝生在處理電話 馬上廢就 這個時候 當然日本人 你有一個很精彩的鬼谷 先頂住 太忙了 太忙了 現在電話爆到 這個故事 講返在香港發生 是 在香港 農村的地方發生 在新界的北邊 那裡有一間學校 這間學校 很大間 它只是操場都有兩個 它環繞著 就是那些樹林 換句話說 那些學生 上學 就一定要經過樹林 才到這間學校 到現在 我不用說 你們各位聽眾 都知道哪間學校 其中這間學校 全校有四個男學生 是很頑皮的 它在花名叫做四大天王 是 整天都是佛流堂 已經在等閒的事 其中有一次 就是在冬天的時間 他們四個學生 也是很頑皮的 激怒先生 就罰了他們 就在校外 就站在那裡 罰流堂 就要罰棋 罰棋的時間 就剛剛 在放學的時間 之後 那半個小時 才罰他 那些先生很聰明 你懲誡他 如果是上課的時候 你罰他 罰他 罰棋 他就當那課 不用聽書 但是那些先生 知道他這麼頑皮 做到不疑 就說放學之前 半個小時罰他 罰他 罰到晚上 那晚 冬天 很快天黑 罰到過了中 才放他們四個 其中 有三個 同埋一路 同埋一條村 當然 放學的時候 佛流堂 三個同埋一起走 另外一個學生 就另外一條路走 當他們走走走走 分叉的時候 分手的時候 沒多久 那三個同學 就聽到 另外那個同學 就一聲叫 他就很奇怪 立刻去看一看 看到他 看到他跌到地上 立刻那三個同學 走過去問他 做什麼事 那個同學 都不用說什麼事 就證明我們一開始 那三個同學 就同一個眼光 看過的時候 就看到不是很遠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小女兒 她被一些藤 爬藤 很多爬藤 就繞著身 當時那個女兒在那裡 說 哎呀好痛啊 我弄不開啊 你來幫我 他們聽到這樣的聲音的時候 四個不是有一個同情心 始終都是 是吧 那四個同學 就走過去 想跟他解爬那些爬藤 救他出來 誰不知 他們四個學生 一走過去的時候 只看見那個女兒 整身酸血 穿一件白袍白袍 那樣很恐怖 那四個學生 已經心裡有數 知道這是什麼事 四個同學 走都走不及 一直走的時候 聽到這個小女兒 在他們面前走過來 那四個學生 當然是求助無門 那便截停了這個叔叔 啊叔叔叔叔叔 我們見到 有個女兒 被拉過 拉過 拉前身 拉不到 那樣 那個叔叔就問他 喂 是不是一個瘦女來的 她說是呀 是八、九歲的 那四個學生 說是呀是呀 你怎麼知道 哎呀她是我妹妹來的 她叫小林 哎呀我要去救她 那他們一說完 那個叔叔 就馬上走回到樹林 那他們奇怪 知道她妹妹 既然知道是有人救了 那四個學生都舒服一點 好吧 那就再一邊走一邊走 那走不久 因為那間學校 就連著旁邊 亦都有一間學校 是 那他們走到那間學校那裡的時候 就見到有個阿伯 坐在學校門口那裡 是 那他就跟那個阿伯說 那個阿伯阿伯 那個阿伯 那四個學生根本是善良的心 是 他原因是說 不知道那個叔叔 能否救到那個小女兒 當然他們一定不會回頭 因為知道當時的環境是怎樣 滿身鮮血 是吧 將這件事跟那個阿伯說 他就說阿伯阿伯 剛才我們發生這些事 這樣這樣這樣 那個阿伯說 是呀 我知道呀 這個小女兒 是八、九歲的 是呀 還有一個叔叔 大個小女兒 是十年八年 他說是呀 那你怎知道 那個阿伯 不是 那個阿伯跟我跟他說 是呀 這裡就是 有幾十年前 發生一件事 有個小女兒 就去玩捉迷藏 在那個樹林裡 在玩的時候 就整班小女兒回到家 就只有一個小女兒 就回不到家 那回不到家 那他家人擔心 就周圍去找了 周圍去找都找不到 那麼他父母已經放棄了 那些警察那些 那些全部都放棄了 那麼他哥呢 就知道 因為他跟那個小妹妹 大家相處得久 就知道他妹妹性格 知道去哪裡 當然是躲在樹林那些地方 那麼他哥哥就自己去找 自己去找的時候 就見到他妹妹 就當時真的被那個爛藏 就繳住了 在那裡很辛苦 可能小女兒不認識 莫名掙扎的時候 要繳越深 都傷了 那麼當哥哥想去救的時候 剛剛那時候 就山梨傾蛇 山梨傾蛇 就連兒子都掩滅了 沒錯 那麼那些警察去發掘的時候 發掘出來 就是說 哥哥是窒息死的 是 那個妹妹就是被爛藏 是窒息死的 那四個小妹妹 聽到那個老伯說了 之後 原來是這樣的發生 那已經很害怕了 莫菲就說 他小女兒那個 已經是鬼魂了 哥哥 就同一道理 當然也是鬼魂 是不是 那麼他們都害怕了 過兩天的時候 他們就回到學校 就把這件事 告訴校長 聽 校長就問他 如果老伯也是鬼魂 是的 他說你在哪裡見到那個老伯 他說我在學校門口 見到那個老伯 那個老伯就告訴你 他是什麼人 他告訴我 是在校務處做的 做雜工 哇 那時候校長就告訴你 他說那間學校 根本幾年都沒有聘過那個校工 正如師傅說得對 原來那個老伯就是他老大 哇 這個故事真是 哇 一年都撞三次 鬼魂 鬼魂 全家都撞了 鬼魂 哇 這個四個首歌 長大到現在 我的朋友撞回他 他都能夠可以一字不漏 講回當時的環境出來 嗯 你可想言之 這個故事多厲害了 好了 那真是你學在日本仔 你會你會 我們又聽 好 日本仔 我知道你還有一個很精彩的 是啊 但當我還沒講的時候 陰家道港聖兄 又說我霸佔他 不要 不要 真的 不要 因為就等你說 剛才我說截了戶 是不是一定做朋友 我要剪一剪他 又要講 現在到你 講回你那個 很恐怖 八青光的故事 我們聽一下 好 那這個親人朋友 告訴我 是他自己的感受 是一個體驗 那他很多時候 要去Port Hardy 我們知道 溫哥華島 最南一點就叫做維多利亞 最北的城市就叫做Port Hardy Port Hardy那裡有很多木材 還有很多銅礦 那這位朋友 他本身是一個工程師 就是礦務工程師 那他那一晚 就應該乘到飛機去Port Hardy 怎知道去Port Hardy 那條線因為大霧 所以去不了 那他要怎樣去Port Hardy 他就要乘到飛機去Campbell River 然後在Campbell River 那裡再租車 一路 一路開六個小時左右 就上到那個地方 叫Port Hardy 那他就 那一晚 硬要這樣做 因為早一早 七點鐘 就有個礦務會議要開 那他的女朋友 也都很喜歡跟他去 那一晚 就一起大家搭飛機 又去到Campbell River 租了一輛車 一路開上去 一路一小時的車 那他一路開這輛車的時候 他有一樣的感覺 他經常都感覺這輛車 除了他跟他女朋友之外 他就感覺好像裡面更厚 但是他覺得 沒有可能 看一輛車 都不像有的 那他一路開一開的時候 前面又下雨 於是他開水盆 但是水盆沒有移動 變成毛髒髒 那時候他就說 麻煩了 水盆不移動 那我怎樣開呢 過了沒多久 那些雨就停了 當雨一停的時候 他發覺水盆自己移動 於是他就問他太太 那個不是水盆 是陽盆 看見太陽才盆 水盆也有水盆 那他問他太太 那天你有沒有剛才移動過水盆 他說 我沒有移動過你的水盆 我一直開車的時候 我都坐在這裡 我自己在看書 他就覺得很奇怪 我記得他拿著煙食 他拿著煙食的時候 他噴出來的煙 就一直升到車裡面 他大大很賤 按著玻璃窗 就吹走那些煙 但其中一段煙 走到車後面那裡 就掉不到 因為煙走出來的樣子 他覺得很奇怪 越來越像 一個有角的人頭 在車後面 於是那時候 心涼了一點 他就打開後面 那個窗 就預備吹走那些煙 但是他感激 那些窗門都不肯下去 於是那時候 他說太太 你試試按一下你那邊的窗 我想說吹一吹 他一按他太太的窗 那窗就下了 煙一吹就吹走了 他想著 都是我的窗有問題 港口未完 後面那兩隻窗 一會兒自己升回去 沒有按他 他就會下 有按他就不下 於是他老公那時候 開始心寒 他心寒 那時候 他又覺得這件事 他就覺得 為什麼他現在吃完煙 整天在後面那裡 都好像忍一忍一忍 走出一個人頭 而這個人頭 頭上還有兩隻角 那時候 我倒下鏡一看 他還發覺 這個形象 他那兩隻眼 還產生了 青色的光 那時候他開始害怕 雖然他是男人老狗 於是他就問他 隔壁那位太太的女朋友 他說 你試試跟他 令他在後面看 是不是 後面好像有些東西 那時候他太太沒有反應 他看到他正在看書 是不是聽不到 於是他看了 他就說 我看了後面 就是這個太太靈過來 他太太發青光 原來他發覺 他太太整張臉 青色 那時候他覺得奇怪 於是他就恐怕他太太 他說 他太太那時候 還在看這本書 到那時候 他自己都寒 他在看的時候 他小時候 就大打發 他太太 他醒了之後 他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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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 你整個傻傻傻的 坐在我旁邊 你的臉是青色的 他說 他說 我沒事 你是不是有事 問他老公 他說 你知不知道 你臉是青色的 問他先生 他說 不是吧 我臉是青色的 你看看 你臉是青色的 他看 他先生 拿著刀後鏡 一靈靈去看他自己 嘩 原來他發覺 那個鏡頭看出 就不是自己的樣子 就好像自己 吃完煙 噴在後面那個 有隻角的 那個人的樣子 於是他先生 就跟他太太說 喂 我覺得這輛車好像很邪 那樣 他太太說 我就覺得你的樣子很肉酸 那個老公 他說 不如這樣 前面那裡有一間酒店 我們不如在那裡過夜 那他們 死去酒店的時候 他就走進去裡面 問房 但是他一樣麻煩 那輛車開不了車門 那時候他很奇怪 他真的開不了車門 怎樣都不行 早知道買個開篷車了 那就可以走進去 走進去 他太太 有一招 他太太是一個宗教的 是一個天主教徒 他在他身上有一串念珠 於是他拿著那串念珠 就掛了到玻璃 道後玻璃那裡 掛在那裡 然後告訴先生 他說 我們現在一起插著念珠 然後嘗試再開門 再開門看能不能走到 然後再開門 一走到 兩個人靈靈靈靈靈走到酒店那裡 行李都不敢拿 就馬上告訴那個掌櫃 他說 你這裏 有沒有一間房子 我們想睡 我們想在那裡過夜 那個人說 有 這裡有房子你過夜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做一件事 就是幫我進去裡面 拿一些行李拿進去 那個人說 那你自己的 這些服務不是我給你的 他說你幫我忙 這裡二十元 你和我做了他 那我也去 那我就肯做了 那個人就走進去裡面 跟他揭起那個人 然後他拿了行李來 進去見了他 他說你知不知道 他說你的車裡面 還有一個人在這裡坐 為什麼你不叫他進來 他說不是 是只有我兩夫妻的 那個跟他掌管那個管房 他說不是 他說我剛才看到裡面 還有一個人 不過這個人來說 他找頂帽子 套著自己的臉 坐得很低 他說不是吧 他說你不相信 我現在馬上和你出去看 於是那兩個太太 太太和先生 跟著這個人一起出去 他說沒有 他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個人說不是 我明明坐在後面 他說這樣 還是不要理 就是這輛車 他於是忍忍忍忍忍忍 就鎖了車門 有輛車擺在那裡 自己在那裡睡 然後就跟著 打電話給租車公司 叫他自己拖回這輛車走 然後叫他再拿過這輛車來 忍忍忍忍忍忍忍 之後一早 再上坡坡 他說自從經過那次之後 他每逢出門 他實在自己玻璃窗那裡 尤其是租車 請個簾珠 掛了一串簾珠在那裡 好像梁思偉一樣 如果我們現在做 為什麼梁思偉呢 那輛車有幾個簾珠 那輛車有幾個簾珠 那輛車有幾個簾珠在那裡 你整天釣魚 你這輛車就掛個魚鉤在那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件事走得慌 我跟廣誌 這件事 真的 其實我們救濕 救急之勇 去到海 沒有什麼 還有你這個故事不錯 如果講給那些戒煙協會那些 那些人聚集戒煙 吃了煙之後 那些煙會噴在後面 會有過 哈哈哈哈 他最慘的是 按玻璃 他說他按不下 所以整天就躺在後面 又做了個樣子 嚇到他 就怕了那麼久 嗯 好了 怕了那麼久 我們節目時間 就接近尾聲了 那這個時候當然了 就有三分鐘的時間 那三分鐘裡面 有什麼好做呢 日本仔 那當然首先 有很多聽眾朋友 心急忍 結果如何 或者先說出來 好嗎 好 那真是不好意思 那位陳山貴有沒有獎品 因為之前那些聽眾朋友 說得真的實在太動定 他沒有人住 哈哈哈哈 還有我覺得 日本仔 剛才那些聽眾朋友 特別前四位 非常精革 很精革 點到即止 看醫院寫過 這些就拜你所賜 這些就是道行 聽到我們節目多 聽到我們節目多 都會練到很多東西回來 你聽到 那道行哪個得獎 你說都要正題 你又是兜亂了 你必須拒絕我 是不是在這裡說聲 我沒有反應 不不不不不不不 他預計了講兩分半鐘 哈哈哈哈 真正適合 好了 首先他很動聽的 就是那位老王 就是說 老王沒辦法 老王沒辦法 煮湯 沒錯 那個湯 是福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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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正確 他的樣子 倒了一碗湯 有隻老鼠在那裡 救了他一命 另外一位 當然是王先生 發生 在嫂子身上 所發生的 特別奇葬的故事 那兩位朋友 就可以恭喜你們 可以得到 由王朝美食所送出來的 價值 二十大元的Coupon 王朝美食的地址 就在Respore 好 知道怎麼去 也請他 我們盡快上來 辦公時間 是啊 不要明天 上來我們的 接待署 拿你的獎品 匆匆疑過 今晚的節目也都 在這裡 又要跟大家說一聲 還有 鬼故事還沒空說 下個星期六 好嗎 下個星期六 好啊 那我們先留下星期六 在這裡又要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拜拜